大家知道我今天去也在中国待了一个多月嘛 然后走访了十几个城市 见了几十个人 这些人里面有各个职业的 包括自己创业的老板啊 比较成功的企业家 政府官员啊 普通大公族 出车司机 我跟大家聊了很多 我就发现一个关于赚钱的思维模式的问题呢 想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视频有一个非常不要脸的操作 就是今天这个内容呢 是一个公开的版本 还有一个非公开的版本 我发在了会员频道 哎 我就这么无耻 就这么不要脸 我就是要收几块钱会员费 才能分享我认为更有价值的赚钱的内容 签了不要挑战人性 什么是人性 人性就是不管你家有再多的亲戚 你有钱了 所有亲戚都认识你 你没钱了 很多亲戚都不跟你来往了 你找都找不到 有钱了都勤 没钱的时候都不勤 说白了 在任何地方 你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你的话语权 人生最痛的一刻 肯定是你身边最信任的那个人给你上的 这个你不得不承认 今天这个视频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斯坦福 非常著名的一个商业实验 这个实验充分的告诉你什么叫真正意义的教育 它的教育只有一个逻辑 叫做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是在箱子外面去思考 就是千万不要在箱子里面去思考 这里说的box不是说物理意义的这个箱子或者盒子 而是规矩规则 或者叫思维定式经验主义 都可以解释为box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一旦进入到这个box里面 进入到这个规则里面 或者是进入到别人设定的这个规则里面 进入到自己的经验主义里面 这个教育就失败了 因为你只能按照别人的规则 或者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 按照你的经验 这个教条主义去办事 案例是这样的 这个案例相信很多都听说过 然后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 简单重复一遍 斯坦福的一个辅导老师 他把一群他们班的学MBA的学生叫过来 就是每个人给你五美金 然后把他们全部放出去 看看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 能够把这个五美金变成多少钱 然后请注意 这里是重点 每个人上台在做三分钟的宣讲 分享自己是怎么赚到这个钱的 这个点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很多人的思维是这样的 五美元买这个气球棒棒糖 是吧 这是一个公开版本的一个故事 就是高价卖东西 然后买一些便宜东西 高价卖出去 挣个差价 看你能挣多少钱 比方说你五美元买了 你能不能八美元 十美元卖出去 这个就是传统的交易模式 信息差 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获益 赚取差价 所以这种思维 可能更在乎的是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谈判技巧 在乎自己寻找货源的渠道 还要就是找一个能卖高价的地方 比如说你包装一下 或者是找一个高档的商场 高档的生活区 然后你能够找到一个批发市场 然后一块钱批发来的水果 在收入低的地方卖一块五 然后在高档的生活区 你可以卖到三块钱四块钱 那么最牛逼也就是赚一倍两倍三倍 再贵的就不太可能了 因为你的水果的价值在那摆着 你不可能把一块钱进过来的水果 卖一百块钱卖住 因为市场价格几乎是透明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社会 你想把这个产品的差价变成一百倍 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 我告诉各位 这样的人在斯坦福大学非常非常少 因为他们很多人已经意识到 这个规则什么 这个box什么呢 是这个五美元 这个五美元可能已经是锚定 他们的这个思维的一个bug 他们就意识到说 我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 我赚什么赚不到这个钱呢 我做什么赚五美元 所以说他们根本就不去考虑这个五美元的事情 而是开始利用这两个小时 他们认为这两个小时可能是一个机会 然后这两个小时时间去做各种事情 利用这个时间 这个做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作 两个小时有的能赚到一百美金 有的能赚到两百美金 你看啊 这个就叫锚定 叫think out of the box 但是呢 两个小时其实它也是一个box 有的人跳出来五美金 但是呢 他没有跳出来两小时 虽然说你是斯坦福的学生 他就是没有跳出来两个小时 但是他们这里面真正厉害的是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呢 他们发现 沟通以后发现 就既然think out of the box 对吗 那么这两个小时 其实也是限制条件 真正有意义的在哪呢 真正有意义的 这个实验的价值 就是后面三分钟的这个分享过程 他们可是在斯坦福 所以说他们就找了一家猎头公司 卖掉了这分享的三分钟 让他们这家猎头公司 用着三分钟 讲明白他们招人 或者他们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 然后他们有机会用着三分钟 去斯坦福来招聘 招聘斯坦福的大学生 让斯坦福的学生了解这家公司 然后做了一个三分钟的广告 同时这个小组呢 也完成了三分钟的任务 就是卖掉了这三分钟嘛 赚到了650美金 等于650美金 做了三分钟的一个招聘广告 对于猎头公司来说是非常划算的 足足赚了130倍 对于这个小组来讲 试想一下生活当中 什么东西利润可以高达130倍 我们赚钱就要去找高利润的产品和行业 你不要眼睛一直盯在这个传统的 卖货赚差价的传统思维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box 那我其实在十年以前 十几年以前 我的思维就是在box里面 就是我没有拓展我的认知 然后我就是做传统的买货卖货 然后这个不同地区找到货源 然后做OEM做差价 所以中国的有钱人 世界上的有钱人 都把孩子送到美国 接受教育是为什么呢 就是学习美国的打破规则 不要天天被别人的这个规则矿着 然后在这个规则里边 努力的奋斗 奋发图强拿工资 你要去创造自己的这个规则 后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 真正赚大钱的方法并没有规则 对吧 在跟中国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发现有的朋友 他一直坚持传统行业十几年 也一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曾经十年前卖传统产品 有一个省的经销商 现在十年过去了 业务拓展了 有15个省都有经销商 曾经20多个经销商 卖他的产品 现在是200多个经销商 卖他的产品 过去一年赚100万 现在赚500万 客户数量增长了10倍 销售额增长了10倍 但是利润却没有以前多了 然后他就思考 这个薄力多销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方式 比如说曾经温州打火机的这个故事 传遍大江南北 你赚一毛钱 我就赚一分钱 最后大家都作死了 你卖一个鸡蛋赚一块钱 我赚五毛钱 看似我比你多卖了十个 但是只要有人卖三毛钱 那么你就一个都卖不出去 所以说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 他们不管是身价千万 还是一个小目标 还是在这个box里面 他们又跳出来 就做传统生意的这些老板 虽然说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 然后我也在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些东西 你知道转型它是很难受的 你如果说它放弃 现在这些业务量是不太可能的 我就问朋友 我说你养50个人 租一个300平的办公室 一年发100万的工资 卖出去10个集装箱的货 交完税 交完房租 跑去吃喝请 打点各路关系 出差成本 客户维护成本 纯利润是500万人民币 你仓库里面还压了 大概五六百万的库存 你每天半夜睡不着觉 早上睡不醒 也得醒 还有50个员工 等着你布置工作 然后创造利润 你还有500万库存 等着你去消化 与此同时 你的上游 或者说你自己的工厂 还在等着你进货 工厂也得维持正常的运营 那每天 不是开会就是出差 不是拜访客户 就是找员工谈心 非常忙 在一个城市 约见面都约不到 40多岁 头发都白了 我从以前的传统行业 跳出来 我现在就靠 被动收入赚钱 房租股票利息 同样是24小时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 在美国打打枪 游游泳 开房车出去玩 出海钓鱼 假期的时候 去其他国家旅行 我一不用维护客户关系 二不用养员工 三不需要打点各路神仙 因为这些事情我以前都做过 我有过这个经验 四我不用交办公室的房租 我一年的收入还比你多 就算我们同样的收入水平 那我们的这个人生 已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不能说我比你好 或者说你从其他角度看 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对比 但是呢 起码我不累 然后这个朋友就讲 他果然就这样说 说我们的人生经历不同 创造的价值不一样 对 他说这一点非常 我非常赞同 就是我们的人生经历不同 就是他那些经历的东西 我曾经经历过 但是我现在不想再去经历了 我不想再去认识那么多人了 是的 如果说你创造了社会价值 那么你养员工 员工背后的家庭 以及经销商客户背后的 这个社会价值贡献 可能比较大 这一点我承认 只能说每个人的理想追求 是不同的 UCSD的一个教授 千万富豪 在学校里面拿一美元的年薪 这个事情很多在美国都知道 就是喜欢创造社会价值 这个我也很欣赏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股票短线交易是零和游戏 我赚的也是别人亏掉的钱 长线价值是经济增长的收益 房租呢 是别人打工的收入转移给了我 我赚的是租客的劳动付出 从这个社会贡献来说 我的确是没有创造什么社会价值 但是你创造社会价值 同时你要交税 我也要交税 只要交税 就是创造社会价值 给这个社会做贡献 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 创造价值也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 那么从商业规则来讲 你的成本大于我的成本 而且你的很多成本是 其实是虚的 就是包括这些打点 这些这个牛鬼蛇神 这些这些机构啊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 对社会是没有贡献的 而且助长了社会的风气 然后我的利润是高于你的利润率 我的生活更轻松 你的压力更大 而且从社会环境 经济环境来看 我的风险更小 你的风险更大一些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 社会的普通人 底层的穷人 我们的最大价值就是为家人 为自己身边的人创造更好 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 如果说你自己都累的不行 每天没有时间享受生活 譬如工作 每天生活在压力之中 那么你陪伴家人 给家人这种情绪价值 提供的时间就少 你的父母家人爱人 其实并不介意 你是赚一百万还是两百万 如果你的奔波 没有十倍百倍以上的 这个增值和效果的话 那么其实这种奔波 努力是没有价值的 运动员这个职业就不一样 运动员背后付出的努力 提高成绩 0.1秒或者0.001秒 他的这个提高 就会迎来世界纪录的诞生 那么你一旦在人生 职业生涯里边出现一次高潮 你的这个一生就意味着 已经结束了 那么你曾经的付出努力 就得到百倍千倍 万倍的这个汇报 可是普通人 普通行业 金字塔尖下面的我们 我们赚钱的方式 其实就两种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虽然经营企业 经营公司卖产品 不管是传统门店销售 还是线上直播带货 都属于一个体力劳动的范畴 因为产品本身就是box 传统的产品 不管你在门店卖 还是在线上买 它都受到这个box的这个限制 你都要库存 网红带货看似是没有库存压力 实际上他们的人设就是压力 一旦某句话没说对 或者是触碰到了这个红线 那么这个吸金模式 马上就over了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普通人的这个人生和金字塔尖的大人物的人生都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生下来资源是不同的 普通人如果抓住机会 从事利润更大的行业或者模式 就不要从事传统的模式去赚钱 因为传统的模式路子都是被走了好多遍 对踏平了能赚钱的方法人家都试过恩变了 你在很多人走过的踏平的这个路上 再寻找一条捷径 寻找一个蓝海 你在红海里边找蓝海是可能性不大的 能让你侥幸发财的机会不多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 大多数人不会走的路 让你赚大钱的机会更多一些 我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边多次提到九子李火云 未来20年是李火云 2024年是开头的一年 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发展已经铺垫了 未来20年的赚钱行业 在另外一个会员频道的视频里边 我会详细介绍九子李火云 可以赚钱的几大行业和机会 如果抓住了这些机会 抓住了这些行业 那么就会像20年前抓住比特币 抓住房地产机会一样 实现普通人的报复 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说到这里 感谢关注